一起做都是很开心的 其实我是想问你们 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是 你现在跟随耶稣的时候 你今天跟随耶稣的时候 你对着主 你对主 还有没有充满的那份爱在这里 你有没有这份激情的爱在当中 还有没有那种 哇 见到就觉得正的感觉 你看到主耶稣的时候 你感觉很好 很棒的一种感觉 你们爱耶稣喜不喜乐啊 你们爱耶稣的时候 有没有喜乐的心 喜不喜乐啊 喜不喜乐 咦 大家的回应 我觉得我们都好像缺乏了一种东西 好像你们都回应 缺点什么字 Heart Heart 你们缺少那个心 热心 跟你身边的人说 跟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们讲 我们要继续用热情 Heart 如果今天 如果我们今天 对神已经缺乏了这份爱 如果你对神缺乏了这份爱 或者已经开始冷淡下来的时候 求神再一次触摸我们的灵 想我们一同来赞美 让我们一起站起来来赞美祂 再一次点点我的心 不要那么来占据 我的爱不再抹不关心 我的敬拜充满热情 再一次 再一次 请给我细心 我要看见你神经 灵的一句 傻眼的看见 我可不更多见到你 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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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力的人高 看神经 看奇妙周围 我们要 欠你的荣耀 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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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力的人高 用信心 看神经 欠你的荣耀 在一起 带着我的心 不要那么来占据 我的爱不再抹不关心 我的爱不再抹不关心 再一次 请给我细心 我要看见你神经 听得一句 傻眼的看见 我可不更多见到你 傻眼请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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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摸我的灵 仰静摆 冲破雨下 如你心事想大衝撞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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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上我生命 我的心 不停为你燃烧 我一生 当为你而活 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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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力的人高 看神经 看奇妙周围 我们要 在你的荣耀 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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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力的人高 用心 用心 看神经 气息 全体 都 全体 的荣耀 再一次 再一次 触摸我的灵 再一次 触摸我的灵 眼睛摆 冲破雨 云下 如你心事想大衝撞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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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上我生命 我只想 我只想 不停为你燃烧 我一生 当为你而活 再一次 再一次 主要我们再一次 再一次 很求你的灵 触摸我们 让我们的敬拜 冲破云上 让你的信实 尚得空瘡 主要我们的敬拜 你 愿你宣誓上 大衝撞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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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上我生命 我的心 不停为你燃烧 我一生 当为你而活 我的心 不停为你燃烧 我一生 当为你而活 我的心 不停为你燃烧 我一生 那为你而活 当为你而活 当为你而活 我一生 我们福求你 要把福 切立立包座 在这里 你一生 你比着眼 看着耳随 一鸿 风 祝命 你不求 满民 都要来 敬拜你 拥有高距离的生命 不信这地 潜能的君王 我们欢迎祢 我们付求祢 阿爸福 全力的宝座在这地 你一睁眼看着耳垂听 奉主命的不求 满民都要来敬拜祢 拥有高距离的生命 复兴这地 潜能的君王 我们关于祢 主我们同心在祢 人间 一道高寻求里面 我们专利所有的恶心 定义淡淡跟随您 主我们过生之地 子民 求祈下福生的心 我们要回转向祢福生 也要看见福生 也要看见福生 我们不求祢 阿爸福 我们不求祢 阿爸福 祢的宝座在这地 你一睁眼看着耳垂听 奉主命的福生 奉主命的福生 云民都要来敬拜祢 我们要高起祢 拥有高中心 ros Love 富生 阿utz 云民都要把祢 勇顶 intrud Dak 亲自 高签或祢 打� Duch亲 bah 阿弥平 够佳际 专家 但是要有力让祢 面前一道道寻求里面 我们站立所有的恶心 定义淡淡跟随你 祝我们国家是属于地 求你来掌握全地 愿你来怜悯一致这地 拥有再次将近 我们不求你阿爸父 借你的宝座才设定 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地 奉主命的负仇 望明都要来敬拜你 拥有告知你的生命 不信这地圆灵的军王 我们宽怨你 我们不求你 求你在我们心里再次设立你的宝座 因为神你必须听我们的呼求 在这边 让福兴由我们开始 你必须看着耳垂地 你必须看着耳垂地 奉主命的负仇 你必须看着耳垂地 万民都要来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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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民都要连起 Für Verify 万民都要来敬拜の神 万民都要来敬拜 可哭 我们良好 希望能顾充不龍 你能够止 止 просor 你是减龍的 herkes 人呼我 好希望我们的灵在你的光中能够再一次兴起 好让我们的灵在你的光中可以再一次兴起来 让我们 让我们更想你 让我们把自己完全写给你 在这时刻求上你运行 来充满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 让我们更想你 让我们把自己完全写给你 主圣灵 主圣灵 充满在这里 让我们的灵能在你的光中再一次生起 主圣灵 主圣灵 充满在这里 来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明白你所有自已 在这时刻求上你运行 来充满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 让我们更想你 改变我们 让我们更想你 让我们把自己完全写给你 在这时刻求上你 在这时刻求上你运行 在这时刻求上你运行 来充满我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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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我们 让我们更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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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 主圣灵 主圣灵 充满在这里 让我们的灵能在你的光中 再一次生起 祢 主圣灵 主圣灵 充满在这里 来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明白的所有质疑 主圣灵 主圣灵 充满在这里 叫我们的灵能在灵光中 在一起升起 主圣灵 主圣灵 充满在这里 来充满我们的信 让我们明白的所有质疑 主圣灵 主圣灵 充满在一起 让我们更加寻求爱你的心 让我们追求属于你的心 主圣灵 主圣灵 充满在这里 来充满我们的信 让我们明白的所有质疑 主圣灵 主圣灵 充满在这里 来充满我们的信 让我们明白的所有质疑 主啊 求你来恢复我们的心 主啊 求你恢复我们的心 求你来恢复你神所创造的形象的荣美 求你恢复你所原本创造我们那个形象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留着这份热情 可以有这份热情 主圣灵 主圣灵 来恢复你在我心中 充满荣耀 光飞的宝座 主圣灵 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 Lem啊 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 月清奔方眼笑地湖 主圣灵 来恢复你在我心中 充满荣耀 光飞的宝座 主圣灵 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 祂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 月情奔放燃消地困 愿你的国度降临 愿你的记忆行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愿你恢复奇妙作为 显现你同在来反转我生命 祝求你来恢复你在我身族 充满荣耀光飞的宝宠 祝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 月情奔放燃消地困 愿你的国度降临 愿你的记忆行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愿你恢复奇妙作为 显现你同在来反转我生命 愿你的国度降临 愿你的记忆行在地上 愿你恢复奇妙作为 广你恢复奇妙作为 愿你的厉害 祝求你吃 我们只忆恨在地上 如同恨在地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助我们 免了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叫我们脱离空恶 因为国度权命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妹 今天上帝要恢复 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今天上帝要恢复 我们跟他的关系 他今天要恢复 他在我们当中的权柄 也要恢复他在我们当中的权柄 因为他是我们的王 因为他是我们的王 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需要恢复我们对他的敬畏 我们要恢复对他的敬畏 我们需要恢复我们对他的爱 我们要恢复对他的爱 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用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思想 我们对上帝的奉献 我们一起来思考 我们对上帝的奉献 神要的不是我们的钱 神要的是我们的钱 神要的是我们的心 所以他要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 让我们预备好奉献在我们的手中 然后带着一个敬畏和祷告的心 我们来交给上帝 我们来将这个奉献交给上帝 保守你说爱的一伏笔 永远不离不弃 你将我重与你力捧起 放我在你的手心 我凭着信心领寻 你丰盛的音许 世界也不能躲去 真美好的质疑 我凭着信心领寻 你很便永不自信 看见美好已去拯救 荣耀全都归于你 你永远 你永远 保守你所爱的 你无比 永远不离不弃 你将我 永远不强 我凭着信心领寻 你放身体的音许 你放身体的音许 世界也不能躲去 神美好的质疑 我凭着信心领寻 你很便永不自信 感谢美好已去拯救 荣耀全都归于你 我们一起地下托来 你一起低头祷告 祝我们感谢你 祝我们感谢你 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 拿奉献给你 多谢你真是给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奉献 祝我们历史历代有许多有钱的人 有历世历代有很多有钱的人 他们所谓的一切都善失在灰尘当中 他们有很多的东西已经善失在灰尘当中 甚至包括他们的性命都善失在灰尘当中 甚至乎他们的性命 也都是善失在灰尘当中 那我们算什么 其实我们算的是什么 我们竟然能够积财宝在天上 我们竟然能够积财宝在天上 我们竟然能够奉献给你 我们竟然可以奉献给你 主要求你祝福这个金钱 让这个金钱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让这些金钱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是给教会的领袖智慧 自己教会的领袖有智慧 用我们更好的使用这笔金钱 用我们更好的使用这笔金钱 来扩展你的国度 去扩展你的国度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名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我们接下来有报告的时间 好像刚才那首诗歌讲到 有很多事情我们要凭着信心 也要凭着信服 也要凭着顺服 或者信了很多年的人 或者信了很多年的人 好像华女所说的 对上帝已经没有了激情 我们对上帝好像没了激情 我们唱歌再热情都没有人有激情 我们在唱歌已经没有以前那样的激情 但是上帝可以做更新的工作 但是上帝可以做更新的工作 我都尝尝求上帝 我都求恩 散散求神 不要给我失去起初的爱 不要给我好像上班那样的教会 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是跟上帝会面 所以我们今天都邀请大家 今天完了是有茶点 我们在玩了有茶点的时候 我们不要好像例行公事 我们不需要 我们不要像逆行公事 我们真的找一些姐妹 聊聊天 弟兄姐妹是彼此文案 我们真的是找一些姐妹或弟兄 聊一下亲一下 或者今天是有没有新朋友在当中 今天有没有新朋友在当中 有没有来少过三次的人 可不可以举手 我们欢迎她好吗 我们欢迎你 也都希望有些弟兄姐妹是没有小组的 都希望有些地上没有小组了 留意一下 你身边有没有人没有小组呢 留意一下 你身边有没有谁是没有小组了 如果你现在立刻知道 就立刻跟她说 我完了帮你安排 不如去一个小组适合你的 如果等一下你知道的话 你等一下结束之后 就可以邀请她去适合她的小组 因为最近在做什么教会 因为在教会里面做什么呢 在做室阳活动 就是迷洋的活动 迷洋的活动 就是寻找我们身边 就是寻找我们身边 没有回教会 没有去回教会的 或者他们遇到困难 或者他们遇到困难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厕所都有贴着很多羊 厕所都有贴着很多羊 蓝次我知道 我收到报告 蓝次有贴着羊 好 我知道厕所有贴着很多羊 所以这个其实是鼓励弟弟兄姐妹 他真正是 从心去想一想 这个救恩 其实有多重要 所以这个真的是鼓励大家 重新去想一想 这个救恩到底有多重要 因为我们当初信的时候 因为我们当初信的时候 我们不是只是来回教会聚会的 我们并不是这样的回教会聚会的 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 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 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所以我们参加很多的聚会 所以我们参加很多的聚会 包括一些下令营 包括一些下令营 由香港飞离 从加拿大过来 过来和我们分享 当中的节目 详细节目 可以找张师母 Amy 长老和Janice 节目 当中详细的事情 你可以问张师母 或者Amy 长老和Janice 节目 所以姐妹是有这个活动 姐妹有这样的活动 是这个参与 是这样的 大家鼓励大家参与 我们当中是学到一些东西 我们当初学到一些事情 也是会用出来的 会用出来的 因为会有里外的根深 因为会有里外的根深 可能会更加美 可能会你会变得更加妙亮 由里面漂亮出来 由里面漂亮出来 我们还有其他的节目 例如小朋友 也都有下令营 我们小朋友都有下令营 下令营很重要的 其实下令营很重要 因为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渠道 因为都是一个传福音的渠道 小朋友也可以从小经历神的爱 让小朋友从小经历神的爱 让他们小时候 将来大了会记得 我曾经在教会有这些活动 是很开心 他们大了之后 可能就会记得 小的时候再会这样的活动 那详细都可以找Christina执事 大家随时都可以找Christina执事 我们再有另外一个 刚才已经讲了这个 九十九只羊 救不救这个活动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 九十九只羊够不够 详细应该是问自己的组长就可以了 其实应该是问我们每一个小组 做组长我们就可以了 接着这个茶碟 对 还有茶碟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其实做茶碟 我一回教会就做了 你做茶碟 我一回教会就做了 我很开心 我妈回来两个星期 她就说要参与了 我很开心 她妈妈回到 她说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不过我跟着方姐 我不知道做什么 但是跟着方姐做 我妈妈其实都给很大的鼓励我 那时候三姐的妈妈 都很大的鼓励她 她现在都在这儿 她要做 她在教会也有很多的服侍 在这里都很感谢神 常常都是她鼓励我 虽然她不是懂很多的东西 她在教会里面都有很多的服侍 真的很感谢神 她很接受鼓励我 在老人家那里查经 她都是帮忙揭圣经而已 人家查经的时候 她帮忙拿圣经 所以她鼓励我 所以她鼓励我 还有一个报告 还有一个报告 也都是讲到侍奉 就讲到侍奉 我们知道中文班是多重要 我们知道中文班很重要 有谁是教过中文班的 有谁教过中文班的 可以举一下手 教过中文班 教过中文班的 不算很多 不是很多 我上教会又是 第一件事就被人捉了去教中文班 我教会第一件事就被人抓去 我教超过应该有十几年 直到现在在Limik都帮忙 教了应该有十几年 现在还在Limik 我相信有很多子女 曾经都来过我们中文学校 我相信有很多子女 你们子女都来过中文学校 其实只要有机会 他们踏入教会 其实只要有机会探入教会 我们就有机会传福音 我们就有机会传福音 我们做后面的工作 就是跟他们家长 跟小朋友培养他们 我们做后面的工作 就是跟家长和小朋友培养 他们跟神的关系 所以现在我们欠缺的是 四位老师最少 所以我们现在有缺好几位老师 尤其是讲国语的 尤其是讲国语的 你懂不懂讲国语啊 你不知道你会不会讲国语 如果你懂的话 如果你知道的话 你要感动 你就算你不感动 就是你不感动 有人推你 问你想不想教 别人问你 你要不要教 我们可以尝试 今天可以思考 我们今天都可以思考 尝试 我们一个祷告 我们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有很多的活动 给我们参与 有很多的活动 给我们参与 不是要我们忙一些 不是让我们忙 而是要我们更加认识你 借着这些活动 借着这些活动 借着这些服事 无论是清洁 无论是茶碟 无论是教中文班 不管是清洁茶碟或教中文班 我们会更加谦卑下来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本来就不配 我们本来就不配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神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神 我们赤身于母胎 我们赤身出于母胎 也都会赤身离开 也都赤身的离开 主要我们今天物质的东西 我们的财能 有日都会消失 有一天都会消失 但如果在这么短的时间 可以变为永恒 实在很值得 实在是很值得 神来求你兼顾我们的信心 我们有麻木的 冷淡的 我们有忘恩的 求你今天借着这篇的道 神你的话语 恩高你的仆人 能够讲出你的话语 进入我们的心 借着圣灵 去督责我们 去指责我们 叫我们不要单单顾自己的事 也都再次兼顾我们的信心 不是因为我们拥有多少 而是因为我们拥有多少 而是我们能够摆上 我们预下的 能够去多少 而是因为我们能够 愿意摆上了多少 无论多少 不管多少 神不是看重 神你不应不轻看 祂看重的是我们 保留给自己有多少 所以我们愿意求神你 借着今天 让我们恢复 与神你有正确的关系 用爱来回应你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们 感谢天父从来就没有离开我们 我们的心远离离 我们的心远离离 但是你都把我们找回来 感谢主 感谢主 老告奉靠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感谢神 我们刚才唱了很多诗歌 都是跟恢复有关系 我们刚才唱了很多诗歌 都是关于恢复的关系 那么我们之前一段时间 我们之前的时间 我们也一直都在讲 我们都一直在那里讲 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圣父 我们的圣灵 我们的圣灵 他怎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寻找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如何去寻找我们 把我们找回来 把我们找回来 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 叫做追回本该属于你的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留意到新闻 或者什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留意到 最近的新闻 都挺多的 就是有一些人家里面有贼 好像例如家里面有贼 被进去抢东西 被进去打劫 还有有些人就是开着车 或者有些人拿着车 都被打劫 都被人打劫 现金被抢走 验金被抢走 贵重的东西被拿走 贵重的东西都被拿走 那中国呢 也是中国 前一段时间闹得挺吹吹扬扬的 在前一段时间都闹得很 就是 老婆被偷走了 老婆都被人偷走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有很多的东西 我们有很多的东西 有一些东西不是那么重要 有很多东西好像不是很重要 没了就没了 没有就算了 甚至有了我们还要把它给扔掉 甚至有了我们就把它给扔掉 比如说垃圾那些东西 就好像垃圾 但是有些东西 我们一定不会把它扔掉了 我们有些东西肯定不会把它好好的保管 我们一定会把它好好的保管 比如说你的结婚戒指 比如说你的护照 你要护照 那还有比如说你的命 或者你的命 我们会极力地保守它 我们会积极地保守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重要的 因为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些更加重要的东西 我们往往都是忽略了一些更加重要的东西 这些东西已经被抢走了 这些东西已经被抢走了 但是我们可能却不知道 但我们仍然都不知道 这些东西比我们外面的看为重要的东西 甚至更加的重要 这些东西可能比外面的更加重要 但是我们可能却不在乎 但我们仍然都不在乎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们说 人落赚得全世界 人弱赚得全世界 但是却赔上自己的生命 却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有什么益处呢 也就是说神看外面一切的东西 好像神看外面的东西 都不是最重要的 都不是很重要 神看最重要的是我们内心里面的东西 神看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的内心跟上帝的关系正不正常 就是我们的内心跟神的关系正不正常 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充满了价值和意义 你的内心是否充满了价值和有意义 你的整个的思想是不是圣洁的 是不是荣耀的 是不是智慧的 你的思想是否 是不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是不是荣耀的 是不是智慧的 是不是有智慧的 你的整个的状态是喜乐的 你的整个的状态是美好的 你的整个状态是积极的呢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神最重要的看中的是这一块 因为他知道这一块是能够存到永恒的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保管我们的钱财 我们为我们的房子买保险 我们为我们的房屋买保险 我们保守我们的健康 我们这一切都做得非常的好 但是我们内心 我们对上帝的爱被打劫了 我们感到无所谓 我们对上帝的火热被打劫了 我们感到无所谓 所以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讲到大卫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关于大卫的 记载在三摩尔记上 记载在撒母尔记上 23章 我自己控制 记载在撒母尔记上 在撒母尔上 23章 23章 那么我们知道撒母尔记上和下 有一部分是先知三摩尔写的 有一部分是先知三摩尔写的 他也是士师 他也是那个时候以色列的领袖 他也是当时以色列的领袖 所以他写了一些关于大卫的事情 所以他当时写了一些关于大卫的事情 但是在我写到中间的时候 三摩尔就离世了 撒母尔就好像迷失了 他就离世了 他离开世界了 然后就有一些呢 继续写三摩尔记上的下半部分 和三摩尔记下 那么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三摩尔写关于大卫的事情的时候 当三摩尔写有关大卫的事情的时候 他心中一定有很多关于大卫的东西 在他心中一定有很多关于大卫的东西 他要从这些东西里面抽出一些东西来写 他在当中抽出一些东西出来写 而且那个时候的纸张是很贵的 在当时的纸张是很贵的 有些时候你是要写在羊皮上面 有时候可能需要写在羊皮上面 所以你写任何一个字 你都要小心地去思考 要不要写下去 所以当时他写的时候 需要很细心和思考去写 那么我们就可以想到 当三摩尔写关于大卫的事情的时候 当三摩尔写有关大卫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把大卫 他觉得重要的事情给写下来 他就将大卫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写下来 还有接下来那一个人写大卫的事情也是这样子 至于其他写大卫的事情的事情都是一样 那么在三摩尔写上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在三摩尔写上面 我们就从三摩尔的角度 我们来看这个事情 从三摩尔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 三摩尔说 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三摩尔好像说有一个事情要告诉你 是关于大卫的事情 是关于大卫的 然后这位老人家就开始讲起大卫的故事 这位老人家就告诉我们大卫的事 他说自从大卫被我高了之后 自从大卫被他高立之后 大卫的他整个的生命就被圣灵充满 大卫整个人的生命被圣灵充满的力量 他的生命充满力量 他的关系跟上帝也非常美好 他的关系跟上帝更加美好 但是因为在一场战役当中 因为他在一场战役当中 他打败了巨人哥利亚 因为他打败了巨人哥利亚 他大大的得到名声 他大大的得到名声 他一步一步的高升 他一步一步的高升 但是因为扫罗对他的嫉妒 因为当时扫罗对他的贼道 大卫就开始逃你的生养 逃命的生活 大卫就走了一个逃命的生活 那个时候大卫才二十岁左右 当时大卫只是二十岁左右 大卫开始逃命 大卫当时是逃离 当大卫逃命的时候 当大卫逃命的时候 沙姆尔特别记载了几件事情 沙姆尔特别记载了几件事情 在大卫逃命的十几年时间里面 在大卫逃命的十几年当中 十几年的时间里面 在十几年当中 沙姆尔地上就记载这么几件事情 沙姆尔特别记载了几件事情 那么其中一个事情呢 那么其中一件事呢 就是当大卫要不要去攻打 非利是人的时候 当大卫想去攻打非利是人的时候 他特别记载大卫什么事情都求问神 他特别记载到大卫凡事都可以求问神 大卫要不要去打 他都要问一下耶和华 就算要不要去打都要求问耶和华 神啊你觉得说我要不要去打 神啊你觉得我要不要去攻打 然后呢大卫再去那边去的时候 当大卫在那时候 他又求问耶和华说 又求问耶和华 你会不会把他交在我的手里 你会不会把这些人交在我手里 然后呢当扫罗要来追杀大卫的时候 当扫罗要去追杀大卫的时候 大卫又说呢 他们会不会把我交在扫罗的手中 在这里你看到一个凡事祷告的人 当然我们在当中看到大卫是一个凡事祷告的人 他在一天当中可以祷告那么多次 在一天当中他可能祷告很多次 他发生任何的事情 他就自然而然地带到上帝的面前 当发生任何的事情的时候 他都会带到将这些事情带到神的面前 我相信这也是大卫成功的一个秘诀 这个也都是因为可能大卫成功的秘诀 他知道你的神 他什么都做不了 因为他知道你的神 大卫是一个跟神关系 非常美好的人 大卫是一个跟神关系 非常美好的人 这是他的整个生命的表现 这个是他整个人生命的表现 不仅如此 不单如此 大卫不定是一个祷告的人 不单只是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他更是一个顺服的人 更是一个顺服的人 今天很多的基督徒 我们只祷告不做事情 只是祷告不做事 我们祷告神打做事情 但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去改变 我们自己也不去改变 我们自己也不愿意去顺服 自己也不顺服 大卫不是这样的 但是大卫不是这样的 三母义又记载了另外一件事情 三母义记载大卫另一个事 三母义说 我跟你说 三母义跟他说 大卫有一次 当他逃避扫罗的时候 当他逃命 扫罗的时候 那个时候扫罗带着三千个人 来击杀他 当时扫罗带着三千个人 去追杀大卫 那时候大卫只有六百个人左右 但当时大卫只有六百个人 这些六百个人左右 他们是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 他们没有受过特别的训练 他们的武器可能都很落后 他们的武器可能都很落后 当扫罗去击杀大卫的时候 当扫罗去追杀大卫的时候 那个时候 大卫躲在一个盾里面 大卫躲在山洞里面 三母义记上二十四章就记载说 在三母义记二十四章 就记载说 大卫那时候把扫罗的衣衫给割下来了 把扫罗的衣服给割了 大卫将扫罗的衣服割下来了 那大卫心中就很责备了 大卫当时很责备 那就是说我万不敢伤害他 我万不敢伤害他 就是他连割他的衣衫都感到非常痛苦 就算大卫割了他一小小的衣衫都觉得感到痛苦 那么大卫怎么可能割得到扫罗的衣衫呢 大卫怎么可以割到扫罗的衣服呢 这个事情大概是这样发生的 这个事情是这样发生 扫罗追杀大卫 当扫罗追杀大卫 追着追着 我们知道以前那个以色列不是那么多厕所的 我们知道在当时以色列没有那么多厕所 特别是公共厕所 特别是公厕 虽然扫罗能有三级 但扫罗人有三级 他就追着想要去上厕所 当他上去厕所的时候 他想要去上厕所 当他上去厕所 他就找洞了 他就找个山洞 这个哪里有洞我好进去上厕所 前面刚好有一个洞 扫罗就跑进去了 扫罗就走进去 他上厕所 当他去厕所的时候 当然周围的人不可以跟着他 当然周围的人就不可以跟着他 所以他只能一个人进去 只有他一个人进去 但是他不知道大卫就躲在那个洞里面 但他不知道大卫已经在山洞里面 大卫跟他的六百个人都在这个洞里面 扫罗进去了 当扫罗中进去的时候 把他的裤子一脱 将腹摸了 蹲下来 就开始干他的事情了 就做他的事了 大卫就看到扫罗了 当大卫就看到扫罗了 所有的一切都被盯在他的眼中了 一切的东西都在他的眼中了 有一点偷窥的味道 好像有点偷窥的一样的事 然后呢 那个时候 他的旁边的人就跟他说 旁边的人就跟他说 大卫啊 你看神把扫罗送到你的手里了 你看神已经把扫罗放在你的手里面前 现在是绝好的机会 这个是最好的机会 我们只要一刀 只要一刀 我们把他杀了 就将他杀了 你就做完了 你就做完了 大卫呢 那大卫呢 就悄悄地走过去 大卫就轻轻 悄悄地走过去 大卫不是想杀扫罗 大卫不是想杀扫罗的 大卫呢 大卫只是 他只是割下扫罗的一个衣服 就是将扫罗 割下扫罗的小小的衣服 衣服的脚被他割下 他衣服的边就割了一些 那小卫上厕所可能挺陶醉的 可能素罗当时 用厕所的时候太陶醉了 衣服被人割了都不知道 衣服被人割了一些都不知道 然后小卫从盾里面出来了 当素罗在洞里面走出来的时候 大卫也走出来 拿着他的衣服 拿着他的割出来的衣服 说我王啊 我的王啊 你看 今天神把你交到我的手里 今天神已经将你放在我的手里 我没有杀你 我没有杀你 你知道我没有杀你的意识 你知道我没有杀你的意识 那个时候 少罗就内流满面 当时素罗就 泪流满面 感动得不得了 感动 感动得不得了 说我恶啊 你比我公义 你比我公义 少罗就不追杀了 那么这个事情就完了 这个事就完了 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大卫对上帝的爱 我们要看到大卫对上帝的爱 对神的顺服 对神的顺服 第二个事情呢 第二个事 这个三摩纪上里面讲到 在三摩约记上讲到 少罗后来又被人给怂恿了 少罗后来又被人说了 少罗又被人说了 他说一定要去追杀大卫 一定要追杀大卫 不然你的国就不保了 不然你的国就会不保 少罗又去追杀大卫 少罗又去追杀大卫 然后呢 然后呢 他们那个晚上了 在那个晚上 他少罗就睡觉了 少罗就睡觉了 但是有六千个 不是有三千个兵 围着他睡觉 有三千个兵围着少罗 因为要保护他们 因为要保护他们 大卫呢 从山上看到少罗在那边睡觉 他从山上看到少罗睡觉 他就跟亚比萨 他跟亚比萨 到了少罗那里去 到少罗那里 那你知道这个需要多大的勇气 你知道这个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有三千个人在那边围着少罗 看到有三千个人围着少罗 大卫跟亚比萨要下到那边去 大卫要跟亚比萨要下到那里 这个就好像二战的时候 你走路都可能碰到地内 就好像我们战争的时候 我们走路都会碰到地内 大卫还是要去那么做 大卫仍要这样做 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大卫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不是想要杀少罗呢 是不是真的要杀少罗呢 不是 他只是去到那边 把少罗的枪跟少罗的皮纳拿起来 他就是想拿少罗的枪 跟少罗的皮纳 皮纳拿走 那么为什么大卫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做呢 为什么大卫要冒这个风险要去做呢 因为大卫要再次告诉少罗说 我实在是不想杀你 你不要再追我了 大卫很想跟素罗说 其实我真的不是想杀你 你不要再追我了 不要再追我了 然后大卫拿了之后就叫醒下面的人了 当大卫拿了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叫醒周围的人 他说你们看 你们这些人都是该死的 因为你们没有好好保护你们的主人 因为你没有保护你的主人 你看看你主人的枪跟你主人的水袋在哪里 你看看你主人的枪和你的水袋都在我手里 这个少罗一听到这个话 就说我儿大卫是你吗 大卫是你吗 那大卫说是我 大卫说是 他说为什么你要追杀我 为什么你要追杀我 然后少罗又非常痛苦地回去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灵性的高峰 我们看到大卫的灵性是一个高峰 他对上帝的爱 他对上帝的依靠 他对上帝的顺服 对上帝的顺服 亲爱的弟兄姐妹妹们 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的 有时候我们都会这样 想起我们刚刚信我们主耶稣的时候 好像刚刚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何等的爱主 我们的生命如何等的爱主 我们可以一直读圣经 我们都不觉得梦 我们一直这样读圣经都不会觉得梦 我们一跪下来祷告 我们就可以祷告了很久 我们跪下来祷告 我们都不会觉得累 我们一见人就到处床福音 我们一见人就到处传福音 我们上班的时候 我们就哼得就是四个 我们上班的时候一直唱着诗歌 我们走路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默默地祷告上帝 我们就算走路的时候 都默默地祷告 但是曾几何时 我们的生命渐渐地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但是我们的生命 可能直随一些原因 我们慢慢地堕落了 慢慢地堕落 大卫也是这样子 大卫也都因为 那么属灵的大卫 那么爱神的大卫 那么爱神的大卫 当他在他灵性的高峰 第二个高峰之后 当他经过灵性第二个高峰的时候 大卫开始乱落 大卫开始软弱 大卫心里说 大卫心里说 他说有一日 有一日 我一定会死在扫罗手里的 我一定会死在扫罗手里的 上帝没有这么说 你会死在扫罗手里的 上帝没有说过 你会死在扫罗手里的 上帝说 上帝就是说 有一日你一定会做完 你一日一定会做完 但是见在大卫的状态 但是今天大卫的状态 上面灵性的高峰是在26章 他灵性的高峰是在26章 下面大卫的暖落是在27章 而他的软弱就是 他记住在27章 大卫说 我一定会死的 大卫说 我一定会死 他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 他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 他失去了对上帝的爱 他失去了对上帝的爱 为什么这样子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被追杀得太累了 因为他被扫罗追杀太累了 他觉得我的命随时都有可能没掉 因为他觉得他的生命随时都可能会丧失 还有上帝的诺言在哪里呢 曾经的应许在哪里呢 上帝的应许在哪里呢 你不是应许说我做王吗 他不是应许我做王吗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么多年的过去 就那么几个人跟着我 就是只有几个人跟着我 我怎么做王 我怎么可以做王呢 我天天追杀我 我怎么做王 我怎么可以做王呢 上帝啊 我那么顺服你 我那么敬畏你 我那么敬畏你 为什么你还让我遭遇到这些事情 在他的生命中有很多的痛苦 在他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痛苦 他整个的生命的信心已经崩盘了 他整个人的信心已经去到崩溃的地方 你还记得《纱姆尔记》上22章 在《纱姆尔记》上22章 当初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 当初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 他也有软弱 他也有软弱 但是宣之迦德对大卫说 但是先知跟他说 你不要住在山寨了 你不要住在山寨上面 你不要到犹大地去 你去犹大那里 大卫就离开那里 大卫就离开那里 进入哈列的树林 进入哈列的树林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曾经有一次 大卫被扫罗追杀了 曾经大卫被追杀 他就跑到山寨去住了 就跑到山寨去住了 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安全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安全 但是宣之对大卫说 但是这个先知跟他说 这个不是上帝的旨意 这个不是上帝的旨意 上帝要你去到犹大地 上帝要你去到犹大地 犹大地是什么地方 犹大地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是扫罗统治的地方 是扫罗统治的地方 是充满了危险的地方 充满了很危险的地方 是一个旷野的地方 上帝要大卫留在那个地方 上帝要大卫留在那里 这个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这个对我来说 好像一个很痛苦的事 我要随时的命 可能都保不了 我随时我的命 都可能保护到 但是大卫还是听从上帝的话 但是大卫仍然听从上帝的话 进到那里去 进到这里去 然而因着日子越来越久 又因着这个日子越来越久 被扫罗追杀得越来越累 被扫罗追杀得越来越累 他就发生了 山寨记上27章的事情 就发生了27章这个事情 他就逃避 离开以色列禁地 他就逃避就离开以色列这个地 当他开始逃的时候 当他开始逃跑的时候 他整个的生命就越陷越深 越陷越深 他整个的生命 他的生命越来越 越陷越深 越陷越深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们 山寨记上第27章第二节 撒母以记上27章22节 大卫跟随他的600个人 大卫跟随他的600个人 去逃奔雅籍去了 他逃奔到阿拉吉这个地方 那么逃奔雅籍呢 去到阿拉吉这个地方 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在这一整个的状态里面 在这个状态里面 大卫没有一次求问神 大卫没有求问过神 他再也不求问神了 他再也没有求问过神 可能他的信心 对上帝已经失去了信心 可能他已经对神 已经失去了信心 可能他觉得我求问神 上帝还是会叫我回犹大去吧 就算可能觉得 就算我求问神 神都会叫我回到犹大地 犹大是我不想去的 犹大地是我不想去的地方 我的命随时都有可能丢 我的命随时都会死在那里 他开始用他自己的方法 来保存自己的性命 于是他就用他的方法 来保存他自己的性命 他要用自己的方式 来得到自己的幸福 用他自己的方式 希望自己得到舒服 所以大卫在雅籍的那段时间 所以大卫在雅籍的时间 圣经记载说 圣经记载说 大卫经常侵略了基数人 还有亚马利人 他记载了大卫经常侵袭 这个基数人和亚马利人 他常常去攻打他们 常常去攻打这些人 那么为什么要攻打他们呢 为什么要攻打这些人呢 当然对大卫来讲 是很聪明的方法 对大卫来说 这个是很聪明的 是一举两得的 是一举两得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个呢 第一 亚马利人跟基色人 亚马利人和基数人 这些是以色列的敌人 是以色列的敌人 那么大卫攻打他们呢 当大卫攻打他们呢 自然也是帮助以色列人 帮助他的同胞 帮助了以色列人 帮助他的同胞 第二个呢 第二个 打他们的时候呢 因为亚籍会经常问他说 因为亚籍会跟他说 今天你做了什么事情 今天你会做什么呢 明天你做了什么事情 明天你会做什么呢 那么大卫就会跟他说 大卫就跟他说 我侵略了犹大的南方 我侵略了南方 或者我侵略了犹大的某个地方 或者我侵略了某个地方 为什么大卫要骗人呢 明明是攻打亚马尼人 明明是攻打亚马尼人 为什么要骗假 即说我是攻打犹太人呢 为什么他骗这个亚籍 他说要攻打犹太人 因为他想要博得他的信任 因为博得亚籍的欢心 大卫这样做真是一举难得 大卫真是一举两得 真是好聪明 但是这是人的聪明 大卫靠自己的聪明 大卫靠自己的聪明 他在那段时间里面 我相信他的良心充满了责备 他的良心充满了责备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人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人 一个有上帝的人 当你离弃上帝 当他离去上帝 去做恶的时候 神的灵会在里面责备你 神的灵会责备你 那么再接下来 大卫现得更神 大卫越陷越深 因为亚基斯属于非利斯人 因为亚基斯属于非利斯人 非利斯人经常是打以色列的 因为非利斯人实际上是攻打犹太人 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 非利斯人就所有人都聚集起来 非利斯人聚在一起 他们要攻打以色列人 他们要攻打以色列人 要跟谁打仗呢 要跟谁打仗呢 要跟扫罗打仗 要跟扫罗打仗 你知道大卫是非常爱国的 但我知道大卫很爱国 他根本不想要去打以色列 他根本就不想去打以色列 但是呢 大卫必须要出征 大卫必须要去攻打 大卫必须要去攻打 因为他是属于亚基的 因为他属于亚基 所以亚基要他做什么事情 他就要去做 因为亚基要做 他的生命越陷越深 亚基带他到战场上 这个亚基带到战场上 过不久就要跟以色列人打仗了 差不多要跟以色列人打仗 上帝应许说 上帝应许说 神有一天要让大卫做王 神应许说 有一天要应许大卫要做王 但是现在大卫却要打他的存主 但是大卫要这刻打他的同族 在他的心中 在他的心中 他非常地痛苦 非常地痛苦 但是这里没有看到大卫的祷告 但我这里看到大卫没有祷告 他好像一只羊 好像一只羊 被牵到宰杀之地 被牵到宰杀之地 越陷越深 越踩越深 无法自拔 那么还好上帝的恩典 很好上帝的恩典 非利式的首领 非利式人的首领 对亚基说 对亚基说 他说你不要让大卫跟着我们 你不要让大卫跟着我们 这个人如果在战场上 如果这个人在战场上 倒过来帮助以色列人 反转来帮助以色列人 我们就死定了 我们就会死了 最后亚基就对大卫说 所以亚基就跟大卫说 他说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他说因为非利式的首领 因为非利式人的首领 不想你跟我们一起去 不想你跟我们一起去 大卫就说了一句话 大卫就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也是骗人的话 他说我做了什么呢 我做了什么呢 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呢 你查了我有什么过犯呢 使我不去攻打我王的仇敌呢 为什么不让我攻打我的仇敌呢 他要显出一副 他要显出一副 我恨不得我去打扫罗的心 恨不得要打扫罗的心 你知道大卫割扫罗的衣服 他都觉得伤心 就连大卫割小小的扫罗的衣服 他都感到伤心 内心都有责备 内心都有责备 他怎么会有那颗心 要去攻打扫罗呢 为什么他有这个心 会攻打扫罗呢 所以他讲出的话是假的 所以他讲了这个说话是假的 他外面装得很很 我很仇恨他 表面上装得好像很仇恨 但是他内心却感到很开心 但其实内心是很开心 终于不愿打 终于不愿打我的囤主的人了 终于不愿可以攻打我的同胞 当他这样子的时候 但这个时候 大卫回到了西格拉 大卫回到西格拉 就是大卫住的地方 大卫住的地方 他走了三天的路程 他走了三天的路程 当他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当他回到这个路程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们 亚马力人攻打了他所在的地方 亚马力人攻打了他住的地方 他用火把那个城给烧了 用火烧了整个城 把整个城都给他烧了 把整个城被烧毁 所有的女人孩子 所有的人都被挪去了 所有的妇人孩子都被挪去 都被抓去了 被抓了 那时候人是有价值的 当时人是有价值的 因为抓去可以当做努力卖掉的 因为可以捉了他当奴隶 大卫回来之后 当大卫回来之后 他看到这个情况 他看到这个情况 他内心充满了痛苦 内心充满了痛苦 孩子不见了 自己的儿子不见了 老婆不见了 自己的老婆不见了 他有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毁 有价值的东西都被带走了 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拿走 他哭到一个地步 他哭到一个地步 哭到没有力气了 哭到没有力气了 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那些跟随大卫的六百个人 那些跟随大卫的六百个人 他们为自己的儿女非常苦恼 也都为了自己的儿子很苦恼 他们苦恼最后就做什么事情 苦恼到一个地步就是做了什么呢 他们要用石头来打大卫 他用石头来打大卫 他们要把大卫给打死 要用石头打死大卫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大卫的心完全崩溃了 在当时大卫的心完全崩溃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去逃兵吉甲是大卫的主义 因为逃兵去到吉甲 吉甲就是这个人 吉甲 亚甲 是大卫的主义 是大卫的主义 所以现在搞到我们一无所有 现在搞到我们一无所有 这些人自然就非常深大卫的气 那么这些人当然很生大卫 他会被打劫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大卫姐妹们 今天我们也是这样 今天我们都一样 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他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觉得说 我们要追求一些东西 我们觉得我们要追求一些东西 我们觉得对我们是好的 我们觉得这些是对我们好的 我们抛弃了上帝的旨意 我们抛弃了上帝的旨意 我们不跟随上帝的道 我们不跟随上帝的道 我们要自己去搞定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搞定 慢慢的我们的生命就越陷越深 慢慢我们就越踩越深 我们越陷越深的时候 我们还不觉得危险 当我们越踩越深的时候 我们仍然觉得自己很危险 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你的整个的生命被打劫了 直到有一天 你的生命完全被打劫了 你的状态越来越不好 你的状态越来越不好 你的健康越来越差 你的健康越来越差 你的生命越来越没有盼望 你的内心失去的喜乐 你的内心失去喜乐 你的家庭充满了争吵 你的家庭充满争吵 你的服事也没有力量 你的整个的生命被打劫了 你的生命被打劫了 大卫跟他人就放声大哭 大卫跟他身边的人就放声大哭 很多时候我们被打劫了 我们都不会哭泣 有时候我们被打劫了 我们都不会哭 因为我们不在乎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的神 他希望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他希望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被打劫了 当他想知道我们的生命被打劫的时候 只要你看到你的生命 哪一些地方被打劫 当他知道我们的生命 有一样东西被打劫的时候 你才能够开始为这个而痛苦 你才能够开始为这个而追求 你就开始为这个事情去追求 所以大卫那个时候 所以大卫那个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依靠越华他的神 大卫开始再翻翻依靠越华的神 他心里面得到坚固 心里面再次坚固了上来 他叫那个祭司过来说 他就叫祭司来 他说我要求问耶和华 我要去求问耶和华 我离开他太久了 我离开了神太久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去到这个情况 我真的是绝望了 我完全是绝望了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追回我的妻子孩子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再追回我的儿子和妻子 他就问耶和华说 他再问耶和华 我追赶他们 我追得上追不上呢 耶和华说你一定可以追上 耶和华说你一定可以追上 全部都救了回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参加弟兄姐妹们 今天你的婚姻出现问题 今天你的孩子跟孩子关系出现问题 今天你的父事或者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 今天你的服事或者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出现问题 今天你追得上追不上呢 今天你追不追得上呢 上帝说这一切本该都是属于你的 上帝说这些全部都是属于你 祂要祝福我们的婚姻 祂要祝福我们的家庭 祂要祝福我们的家庭 祂要祝福我们的服事 祂要祝福我们的福事 祂福我们的生命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 这些全部都是上帝的旨意 但是我们被打劫了 我们的灵魂需要苏醒过来 我们的灵魂需要苏醒 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心说 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心 上帝啊 上帝啊 今天我奉你的名 我要奉你的名 我要把那些本来是属于我的 追回来 我要将我原本属于我的 追回来 我不要活在没有盼望的状态里面 所以大卫听到上帝的话 当大卫听到神的说话 一定要追回来 大卫就去追了 当他去追的时候 当他追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他碰到一个少年人 是埃及人 他就救了他 救了他之后呢 这个埃及人刚刚好就是属于亚马利人了 这个埃及人其实属于亚马利人的奴隶 这个人就根据大卫指明正确的方向 这个年轻人就指明了大卫的方向 大卫带了600个人 大卫带着600个人 他们追到一个地步 去到一个地步 追到一条溪的旁边 去到一条溪间的旁边 有200个人非常的疲惫 有200个人非常的疲惫 他们再也追不下去了 也追不到下去 你想想看 你想想 他们从原来打仗的地方 从原本打仗的地方 回到他们居住的地方 回到他们居住的地方 已经走到三天的路程 已经走到三天的路程 那三天的路程 他们一定不会带很多的粮食了 在三天的路程 他们不会应该带很多的粮食了 但他们回到他们居住的地方的时候 当他们回到原本居住的地方的时候 那个城已经被攻破了 那个城已经被攻破了 那个时候粮食是很值钱的 什么 粮食是很值钱的 当时粮食是很值钱的 所以粮食一定都被运走了 粮食都被运走 那么他们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吃了 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再吃了 肚子又饿 肚又饿 走了三天的路程又疲惫 走了三天的路程 又恶又痛恶又累 又去追敌人 你看到他们的泪 你看到他们的泪 但是他们心中有一个盼望 但是他们心里有一个盼望 就是上帝说能够追得上 上帝说你们能追上 我就一定能够追得上 一定能够追得上 上帝说能够救得回来 上帝说你们一定能够追得上来 我就一定能够救得回来 他们不要命地跑 真的不要命地跑 真的不要命地跑 没有东西吃 没有东西吃 身体非常疲惫 身体非常疲劣 跑到一个地步 跑到一个地步 六百个人当中 在六百个人当中 有两百个人再也跑不动了 有两百个人都走不了 大卫对他们说 大卫对他们说 没关系 没有关系 我知道你们跑不动 我知道你们跑不动 你们留在这边 你们留在这里 我们继续追 我们继续去追 他带着四百个人 继续追 继续追到那个地方 追到亚马利人所在的地方 追到亚马利人住的地方 还不是住的地方 在的地方 什么 他们还在路上 亚马利人在的地方 亚马利人走的地方 他们在那边 亚马利人在那边跳舞 他们一边在那边跳舞 他们很开心 他们很开心 有很多东西吃 有很多东西吃 抢了很多人口 抢了很多人回来 在那个状态里面 在那个当时 如果你是大卫 如果你是大卫 你敢不敢追上去 你会不会敢追上去呢 亚马利人 亚马利人 已经养足了精神 已经养足了精神 他们吃得好喝得好 吃得好煮得好 大卫呢 赶了已经很多天的路程了 大卫已经赶路了 赶路了很多天的路程 非常之疲累 你看看那两百个人 你看看那两百个人 你走都走不顿了 连走都走不动 你就知道大卫有多疲惫了 你就知道大卫是多疲累了 连东西吃 这几天东西吃都没有 连吃的东西都好 你就知道大卫有多疲惫了 你看到大卫有多疲累了 你敢不敢上去打仗呢 你一定不敢上去 你一定不会上去 他们都是身强体壮 因为他们都很强壮 精力充沛 我们这些人呢 什么打呢 大卫相信上帝的话 他就冲上去了 冲上去了 就把他们打了 把所有的财物都抢回来了 除了那四百个 起落陀的人之外 除了四百个 起落陀的亚马力人之外 其他人都被打败了 所有人都被打败了 所以你看看亚马力人有多少 所以看到亚马力人有多少 如果有四百个人起落陀 如果有四百个人骑落陀 那么骆驼应该有好几百骑 那落陀应该有几百个 如果上上所有人 至少有一千多人 有一千人 大卫只是带了四百个 大卫就带了四百个人 但是他对上帝有信心 但他对上帝有信心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都是一样 在我们整个人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整个人的状态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好像温水里面的青蛙一样 他进到温水里面去 当这个青蛙进入温水里面 好舒服 好舒服 我终于可以逃避外面的 那个冰冷的世界 我可以逃避外面冰冷的世界 我终于可以在你们这边 安逸的生活 我很舒服在里面生活 这个就是大卫从犹大地 来到雅籍的地方 就好像当时从大卫 从犹大去到亚吉的时候 我在这里面 草罗战也不会追杀我了 在那个时候 素罗也都不会追杀我 我好舒服 我很舒服 但慢慢的大卫偏离了正道 但当大卫离开他的道 他离上帝越来越远了 他离神的旨意越来越远了 离神的旨意越来越远了 当他偏离正道的时候 当他偏离正道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的生命 离上帝越来越远了 就好像我们的生命 和神越来越远了 你知道当一个基督徒 他不追求上帝的时候 你知道当一个基督徒 不会追求神的时候 这个基督徒是极其危险的 因为我们的仇敌就是撒旦 因为我们的仇敌就是撒族 他随时都等着来吞吃 我们当时网络的人 都会来吞吃我们 就好像一群大象里面 就好像一群大象 如果一只小象离开了这个象群 当一个小象离开 这群大象群 等待他的命运就是被吃掉 他的命运就是被人吃掉 那么基督徒离开上帝的时候 离开教会的时候 离开教会的时候 撒旦就要开始打劫他了 撒旦就开始来打劫他 大家都记得耶稣所讲的比喻 大家都记得耶稣所讲的比喻 他是杀种的比喻 杀在路旁的 杀在路旁 就有飞鸟过来吃了 就有飞鸟来担着吃 这个飞鸟呢 你知道飞鸟呢 耶稣的解释了 耶稣解释了 就是撒旦 就是撒旦 为什么撒旦要吃这个神的道呢 为什么撒旦要吃这个道呢 撒旦对你的金钱不感兴趣 撒旦对我们的金钱是没兴趣 撒旦对你的权柄不感兴趣 撒旦对我们的权力没兴趣 撒旦对你有多少间公司不感兴趣 撒旦对你有多少间公司没兴趣 他最感兴趣的是你的命 他最感兴趣的是你的命 是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 因为他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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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金钱 因为你的钱 你的公司 你的房子 你的屋 全部都会失去了 有一天全部都会灭掉了 有一天全部都会毫掉了 但是他要的就是你那个灵魂 撒旦只想要你的灵魂 因为你的灵魂是永存的 因为你的灵魂是永存的 所以他要打劫你 所以他要打劫你 但是问题是当你被打劫的时候 但问题就是当你被打劫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到痛苦啊 你有没有感到痛苦呢 如果你只是说 或者你只是感到 我本来就不想要 你要就送给你 原本我只想着不爱 要的你就拿去吧 那么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一定追不回神给我们的产业 一定追不回神给我们的产业 今天有些人对婚姻失望 今天有很多人对婚姻失望的 我已经不想要在这个家里面 再做任何的事情 我都不想在这个家里面再做些什么 因为我已经绝望了 因为我都绝望 没有任何的起色 没有任何的气息 今天我们对我们的服事失望了 今天我们对我们的服事 也是失望了 我也都不想在教里面有什么服事 我曾经参与过 知道当中是什么样子 我知道当中有什么事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我们不再读圣经了 我们不再读圣经了 我读了这么久的圣经 我读了这么多的圣经 我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得着 我都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也不再祷告了 我们的生命也不再祷告了 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没有任何用 我们自己把那些东西给放弃了 我们自己把这些东西放弃了 我们没有那种痛 我们没有那种反省 主啊 我的祷告的生命 最近这么软弱 主啊 为什么我最近的生命 为什么这么圆弱 我一定要追回我祷告的生活 主啊 我现在的生活 家庭生活这样的不和睦 主啊 我最近的家庭生活 真的很不和 这不是你的旨意 这个不是你的旨意 我一定要追回我家庭美好的生活 主啊 我对你的爱越来越冷淡了 主啊 我对你的爱越来越难答 这不是你的心意 我一定要追回曾经活乐的心 我们要追回曾经活乐的心 当我们有这个痛的时候 当我们有这个痛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想要去追求 我们就开始有这个追求 当我们相信 当我们追求的时候 当我们追求的时候 上帝会给我们力量去做 上帝会给我们力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本身就是上帝的旨意 因为这个就是上帝的旨意 当我们行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在行走上帝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那个力量去做 我们就有这个力量 所以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的生命 我们常常好像温水当中的青蛙 常常就好像一个温水的青蛙 当它处于温水的状态的时候 当它处于温水的时候 它是觉得很舒服的 就很舒服 我游玩 游山玩水 当我游山玩水的时候 我看电视 我打游戏 玩游戏 我有很多的时间 有很多的时间 但是我服侍神 但是当我服侍神的时候 我怎样能够增强我跟妻子之间的关系 我们怎样增强我跟妻子之间的关系 怎样增强我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怎样增强我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我就提不起进来 我就提不起进来 我就没有力气 就没有力气 我们开始去追求暑地的快乐 我们就开始去追求暑地的快乐 我们就感觉到我们在一个很温暖的水里面 我们还能够吃到美味的苍蝇 可以吃到美味的苍蝇 人生之间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美好的 人生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美好的 我们越追求越开心 我们越追求越开心 因为这个东西很容易得到 因为这个也很容易得到 我们忘记了熟天的盼望 我们忘记了熟天的盼望 慢慢地我们越陷越深 我们越来越深 我们泡在温水里面 泡在这个温水里面 我们觉得好舒服 好舒服 我们舒服到一个地步 舒服到一个地方 好像那些吸毒的人 就像吸毒的人 明明知道毒品是不好的 明明知道毒品是不好的 明明知道再吸下去是要死的 明明知道毒再吸毒就会死了 会短命的 会短命 家庭会破裂的 家庭破裂 但是他们说哇好舒服啊 他说好舒服 就算我被煮熟了我都甘心啊 就算我被煮熟我都甘心啊 你有没有看到一些人啊 你有没有看过这些人 他们在罪恶当中 当他们在罪恶当中 他们在金钱的迷惑当中 他们在地位的诱惑当中 在地位诱惑当中 他们在美食当中 在美食当中 他们说哇好舒服啊 觉得好舒服 虽然知道上帝判定 这样的人是要下地狱 虽然知道上帝判了这个人 会落地狱 但是他们觉得哇好舒服啊 就算我被煮熟了我也甘愿了 就算被煮熟都我都甘愿 我们在赌博当中 当我们在赌博当中 我们在淫乱当中 在淫乱当中 我们在毒品当中 在毒品当中 我们在那边陶醉 我们在那边享受 在那边享受 我们慢慢地 我们的生命没有熟天的盼望 我们对神失去了爱 我们慢慢地 我们习惯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慢慢习惯了我们自己的生命 在罪恶当中的生活 在罪恶当中的生活 我们还会自我安慰 我们还会自我安慰 别人跟我也是一样的 我们还会自我陶醉 我们自我陶醉 主啊再给我几年时间 我这一票干完了 我做完这件事之后 我就来侍奉你 但是我们越陷越深 当危机来临的时候 当危机来到的时候 我们再也逃不出去 我们的逃不离 我们要面临上帝的审判 我们就要面对上帝的审判 我们整个人的生命 我们掉进那个滚烫的粉烫 或者这个审判里面去 就掉在这个审判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妹 我们的生命没有一个警惕的行 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一个警惕的心 不警惕 像大卫一样 就好像大卫一样 他刚开始不是不警惕的 大卫刚开始的时候不警惕 他觉得说去逃奔雅吉是一件好的事情 当他觉得他投靠这个亚吉的时候 他用自己的很多方法来让自己觉得自己是平安的 他用他自己的方法就觉得自己很平安 但是上帝说这是行不通的 大神跟他说这个是行不通的 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的 今天我们都是一样 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有自己很多的方法 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是一样 我有我们自己的方法 我们有很多自己的追求 有我们的追求 我们放下上帝的道 我们放下神的道 我们放下神的旨意 放下神的旨意 我们想要追求自己的东西 去追求自己的东西 但是神说 大神说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这样子 你的生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你的生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如果你的生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话 你的生命是没有盼望的 我的孩子 如果你的生命 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话 不管你多么的有钱 就算你多有钱 不管你有多么多的钱人 有多少的情人 不管你有多么高的地位 有多少的地位 不管你有多少的金钱 有多少的金钱 你的结局就是死亡 你的结局都是死亡 我需要你的生命 我需要你的生命 是脱离这个世界 要脱离这个世界 是超越这个世界的生命 要超越这个世界 今天我们需要超越 我们需要靠着上帝的恩典 需要靠着上帝的恩典 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 我们有一个问题 主啊我已经这样子了 主啊我已经是这样子了 我还可以恢复到以前那个状态吗 我可以回回恢复以前的状态吗 就好像大卫求问耶和华说 我还追得回来吗 我能够追回来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一定追回来 一定追回来 这是上帝的旨意 因为这个是上帝的旨意 一定追回来 一定能够追回来 有一个故事呢 有一个故事 就讲到一个农夫 一个农夫 他碰巧了就有一天就剪到一个蛋 一个蛋 一个蛋 拿到一个蛋 他撿到一个蛋 得到一个蛋 然后他就把这个蛋带回家了 他就把这个蛋带回家了 他就放在那个母鸡下面 就放在母鸡下面 看看这个蛋能够孵出什么东西了 看看这个蛋能够孵出什么东西了 那么过了一段时间 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蛋就孵出来了 就孵出来了 好像一只小鸟 好像一只小鸟 这个小鸟就跟小鸡一起长大 这个小鸟就跟小鸡一起长大 那么刚开始都是差不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差不多 但是随着岁月的增长 随着岁月的过去 这个小鸟就慢慢慢慢 越跟这个鸡越来越不一样了 这个小鸟就慢慢 跟这个鸡就好像不一样 他自己觉得有点不对劲 就好像觉得自己不对劲 但是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这个鸡圈里面 因为从小这个小鸟就生活在这个鸡群 所以他已经习惯了鸡的生活 他就习惯了鸡的生活 也学会了鸡叫 又学会了鸡叫 就是不会飞 只是不会飞 原来他这一只脑鹰 原来他是一只脑鹰 有一天呢 有一天呢 有一天 一只脑鹰刚好路过 一只脑鹰刚好路过 他看到这只脑鹰在鸡群里面 看到这只脑鹰在鸡群里面 看到这只脑鹰在鸡群里面 他就觉得很奇怪 就觉得很奇怪 一只脑鹰怎么跟鸡生活在一起 为什么脑鹰可以跟鸡群一起生活呢 他就飞下去了 他就飞下去 跟他打招呼 跟他打招呼 他说老兄 兄弟 他说你怎么跟鸡在一起 为什么你会跟鸡在一起呢 这个脑鹰跟他说 这个脑鹰就说 他说 他是我的哥哥姐姐吗 他说我那只只 我本来就是只鸡 原本就是我的只鸡 当然要跟鸡在一起了 当然就跟一只鸡在一起了 这个脑鹰说 但是这个脑鹰说 不是的 不是啊 你是脑鹰 你是脑鹰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 你看看你自己 我们才是同类 我们才是同类 你不是鸡 我们不是鸡 他们不会飞 他们不会飞 我们的天空 我们的领域 我们的地盘 我们的地盘 我们的地盘是属于天空 我们是能够飞翔的 我们会傲长天空 他们过的是很低的生活 他们过着很低的生活 这个脑鹰呢 这个脑鹰呢 他不信 就不信 他说我跟他们 已经生活了太久了 我已经跟他们生活了太久了 他说就算我是鸡 就算我是一只鸡 我也不想要离开 我也不想离开 但是这只脑鹰说 但是这只脑鹰说 你不羡慕天空的生活 你不羡慕天空的生活 在雨天的时候 在雨下雨的时候 当下雨的时候 你可以翱翔在乌云的上面 你可以傲长在乌云上面 你可以沙拉间 从这个山坡飞到那个山 从这个山坡飞到另一个山坡 你可以想 你可以眼目 可以永远地盯着你的猎物 你远远就可以看到你的猎物 吃最鲜美的肉 吃最鲜美的肉 你不想要这样的生活吗 你不羡慕这个生活吗 最后终于这只鹰被缩冻了 最后这个鹰都被雪冻了 但是我现在不会飞 虽然但我不会飞 但是我现在不会飞怎么办 但我现在不会飞 会怎么办 那只鹰就把它带到悬崖上去 这只鹰就带到它上去沿岸上 他说你干嘛带我到这个地方 这个鹰就说 为什么你要带我到这个地方 这个鹰对他说 另外那只鹰就说 你跳下去 你跳下去 他说跳下去 跳下去 我不是死了吗 我不是会死咯 他说你跳下去 你跳下去 因为只有你跳下去 只有你跳下去 你相信我 这只鹰在这么高的悬崖上 在这么高的悬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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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翅膀才会被面映起来 你的翅膀才会被冻起来 你才会开始飞翔 就会飞了 那个鹰刚开始不相信 他自己有那个能力 如果这只鹰刚开始的时候 那只鹰刚开始不觉得 他自己有这个能力 老人另外一只鹰就自己先跳下去 另外那只鹰就示范给他看 他就跳下去 飛給牠看 你不用擔心 你跳下去 就算你掉下去 我都可以抓住你 你相信我 你想要飛 你一定要跳下去 這隻鷹呢 就像青蛙跳出熱水一樣 眼睛一閉 就跳下去 拼命地上頓翅膀 但是因為第一次飛 真的飛不了 直速地往下墜 而這隻鷹 急速地往下墜 快要跌到地上的時候 另外一隻鷹浮沉下來 把牠抓住 然後又帶牠到懸崖上去 繼續跳 叫牠再次跳 這隻鷹再次跳下去 這次到了一半了 能夠飛一點點了 但是又往下掉了 另外一隻鷹又幫助牠 這隻鷹又幫助牠 重新起來了 再帶回牠上去 最後呢 到最後 這隻鷹呢 再往下跳的時候 他終於學會了飛翔 終於他學了怎麼飛 他感受到 那個飛的愉快 飛的愉快 他感受到 鷹的生命的超越 鷹的生命 是不屬於 detail的生命 也不屬於地的生命 他是屬於天空的生命 親愛的弟兄姐妹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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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 boys 今天上帝告訴我們 今天上帝跟我们说 你不是魔鬼的儿子 你不是世界的儿子 你不是属于世界的儿子 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 你的将来的结局是永恒的天堂 你的将来是 你的家属于天上 你的生命不是属于地上 所以你的整个生命 你的整个人的生命 是不是失去了你本该有的形象 是不是失去了原本的形象 是不是失去了你本该有的价值 是不是失去了你本该有的喜乐 是不是失去了你本该有的活乐的心 是不是失去了你本该有的活乐的心 我们失去了吗 我们失去了吗 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 我们来反省自己 我们一起来反省 如果你只是活在那个温水里面 如果你只是会在这个温水里面 就好像大卫一样 你真的有些时候可能需要一个灾难 或者你需要一个灾难 一个难处 一个难处 把你给打死 要把你打死 让你知道 但当你知道 这个世界 但这个世界 以及罪恶的生活 这个罪恶的生活 不是你应该有的生活 不是属于你应该有的生活 你迷失在里面 当你迷失你的时候 你不要一直迷失下去 没错 一直迷失 上帝要你出来 今天他要你出来 今天他要你出来 他要找到你 要找到你 恢复你生命的价值 恢复你生命的价值 现在的御神姐妹们 让我们一起站起来 让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借着这首歌 我们来回应神 在你的心中 在你的心中 你有没有一个渴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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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我虽然说有钱 主啊虽然我有钱 但是我好像过得越来越不快乐 但我越来越不快 主啊我虽然说 有很多外面的娱乐 主啊虽然我外面有很多娱乐 但是我好像越来越不开心 但我越来越不开心 主啊虽然我的事业 好像做得越来越好 虽然我有很多事业 做得越来越好 但是我的家庭 好像越来越差劲 虽然我跟外面的人 有很多的朋友 虽然我在外面有很多的朋友 但是主啊我跟你的关系 就越来越不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上帝不要我们这样子 他不要我们再继续迷失 在这个世界里面 他要恢复我们的形象 要恢复我们的形象 要恢复他原本造我们的样子 要恢复他原本造我们的形象 你们是君尊的祭司 因为你们是君尊的祭司 你们是圣洁的国度 因为你是圣洁的国度 你们是属神的子民 因为你是属神的子民 在你们的身上有着神的美好的计划 因为你在你的生命里面有神美好的计划 你不可以像那个浪子一样 你们不要再像浪子一样 你的生命不是跟猪一起吃那些肮脏的东西 你的生命不是跟猪一起吃那些骯髒的东西 你的生命也不是跟那些妓女一起享受世界短暂的快乐 你的生命不是跟那些妓女一样享受这个快乐 你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的 你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的 你的生命是要回到父亲的家里面去的 你的生命要回到父亲的家里面 我们不要像那些失去的钱币 我们不要像那个跌了的钱币 你的生命不是属于黑暗的 你的生命不是属于没有价值的 你的生命不是属于没有价值的 每一个属于上帝的子民 每一个属于上帝的子民 你需要开始侍奉上帝 你要需要侍奉上帝 上帝要找回你的价值 上帝要找回你的价值 你在教会里面要开始侍奉 你开始要侍奉 不管大的事分还是小的事分 不论大小的事分 你是属于神的肢体 你是属于神的肢体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参赞姊姊妹们 就算你的鼻毛都有作用的 就算你的鼻毛都有作用 就算你的头发都有作用的 就算你的头发都有作用 你怎么可能在上帝的家里面 没有任何的服饰呢 怎么会你在上帝的家里面 没有任何的服饰呢 今天神不要让我们像迷失的羊一样 今天上帝不想要我们像迷失的羊一样 迷失的羊他的生命充满了痛苦 迷失的羊是充满痛苦 充满了危险 充满了危险 他随时都有可能被野兽吞吃 随时都会被野兽吃掉 但是今天上帝跟我们说 但是今天上帝跟我们说 回来吧我的孩子 回来吧我的孩子 因为我要保守你 因为我要保守你 因为我要用我的命来保守你 我要用我的爱来保守你 我要用我的能力来保守你 不要再去其他地方 你信不信我能够保守你 你信不信我能够保守你 但是大卫曾经软弱过 但大卫曾经软弱过 他曾经相信 他曾经相信 后来不信 后来不信 他的不信 由他的不信 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 带来极大的痛苦 甚至也给别人带来极大的痛苦 带来其他人的痛苦 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 他的妻子 全部都被挪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想提醒姐妹们 但是上帝是有恩典的上帝 上帝是恩典的上帝 当我们回转向他的时候 好像大卫一样 就像大卫一样 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恢复我们始终对上帝的依靠 我们恢复我们始终对上帝的追求 我们恢复对上帝的追求 神告诉我们 神告诉我们 一切都追得回来 一切都可以回来 不会太晚 不会太晚 只要你可能回到他的面前 只要你回到他的面前 一切都追得回来 一切都能够追回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参与听姐妹们 我奉耶稣的名 我奉耶稣的名 我问你你信不信这句话 我问你信不信这句话 你信不信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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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不是能说的 这句话不是我人说 这句话是上帝的说的 这句话是神说 是上帝的承诺 是上帝的承诺 一切都追得回来 只要你能够回到他的身边 只要你能够远远回到他的身边 只要我们见到这首诗歌 我们一起来回应 我们一起来回应 他明白我们的渴望 他明白我们的渴望 放下重担脱去一切尘埋 归附生在我的勇美心下 人在的身上 正在我的主 他的智慧无法尽 你信不信上帝的智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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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不信上帝的能力呢 你信不信上帝的能力呢 不要再依靠自己呢 不要再依靠自己 不要再依靠自己 回到他的身边吧 回到他的身边 回应故你的形象 回应故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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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上帝的指引 好像在他的天空上 偶像在他的天空上 在上帝国独立 飞了所有艰难和风暴 祷告祝祝荣耀保重 如影暂时伤疼 翱翔在神的国度里 利用手 圣灵恩高和大能 获出美好 自由的风采 利用手 圣灵恩高和大能 获出美好 自由的风采 利用手 圣灵恩高和大能 我邀请你举你的手 什么叫举手呢 在国际上 举手是代表投降 举手是代表投降 在圣经里面 当我们向上帝举手的时候 我们就是向上帝来降伏 我们放下自己的意识 放下自己的方法 如果你愿意举起你的手 我说一句 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 我们做一个祷告 慈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拣选了我 我感谢你拣选了我 我像大卫一样 我好像大卫一样 我常常迷失 我常常迷失 我常常离开你 我常常不要你 我常常不爱你 但是我谢谢你 但我感谢你 因为你告诉我说 因为你告诉我 你不离开我 你不离开我 主啊 主啊 你帮助我 你帮助我 恢复 恢复 在你里面的喜乐 对你的喜乐 恢复 恢复 爱你的心 爱你的心 主啊 你帮助我 主求你帮助我 恢复 恢复 我对你的追求 对你的追求 主啊 你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 主啊 你断开我身上 你断开我身上 一切的所念 一切的所有所念 主啊 你知道我的痛苦 主啊 你知道有些时候 我的心是想要跟随你 主啊 我的心是想要跟随你 你知道我的心 需要跟随你 但是我却没有力量 但我没有力量 求你加给我力量 求你加强力量 主啊 让我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无论我去任何环境 都能够一直依靠你 都要依靠你 一直跟随你 求你恢复我的家庭 让我的家庭 充满了你的爱 充满爱 让你恢复我的事份 恢复我的事份 让我更加的火热 更加的火热 使用你 使用你 恢复我的生命 恢复我的生命 让我的生命 让我的生命 从金箭之道永远 从金箭读到永远 祝福大家 如果大家有需要祷告的 如果大家需要祷告的话 你可以到前面来 我们可以为你祷告 可以到前面 我们会为你祷告 我们旁边有茶点 我们旁边也有茶点 大家可以到那边去享乐 大家一起享用断契 用在地生 缠着我无地主 祂的智慧 无法测度 疲乏地 祂是能力 仰弱地 祂在你呢 但后也可挂 别重新的你 有意 暂时山谈 大乡 在心的孤独里 非人 所有艰难可放暴 但当祖师 必荣耀包装 如意 暂时山谈 好想 在神的孤独里 密手 生命能够苦 大乡 抹出美好 自要的风采 如意 站起山谈 好想 在神的孤独里 密手 生命能够苦 大乡 但当祖师 必荣耀包装 好想 在神的孤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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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里 在神的孤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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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神的孤独里